大家好 我們是 吳建勤 節目即將開始了 你訂閱了嗎 也別忘記 開啟小鈴鐺喔 歡迎收看 108年12月8號 星期二的 娛樂百分百 我是黃偉俊 我是Chen Vita 我們呼喊啦 Yes Oh my God 林九 希望這集你就不要看了 Say goodbye 因為我們有一首新歌 12月15號晚上10點 就是呼喊 但這首歌是不是 確切的歌名呢 其實大家拭目以待 對拭目以待 其實就百分之九十 九十 是了 這應該不是啦 睽違了三年 我們終於合作 合作而已喔 合作這樣子 已經很近了 這是啪啪啪啪 什麼意思 林九真的沒有生氣嗎 他 微微的 微微的喔 但我有說服他啦 因為他畢竟還是一個很大氣的人 好啦 12月15號大家都知道 好不好 那其實今天呢 我們現場來了一個大來賓 要唱好聽的歌給我們聽喔 好歡迎 曹雅雯 歡迎 好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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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望 比較愛你只是不再感 射一條我 哪會感覺這麼難聽 別再開話 說比較多也不比較沾 不比較沾 嗯 不比較沾 越聽越多大 誰的心 找無路 我外騎騎 電電路途 又不是誰 走在路 夢夢妙妙 去去路路 誰的心 有找到路 我外騎騎 電電路途 又不是誰 走這條路 夢夢妙妙 去去路路 接下來 電路途 天黑清閉眼 我在你身邊 天黑清閉眼 我在你身邊 卻測不出你 卻藏的難免 該怎麼進退 該怎麼進退 你狼狽發言 那些語言 都成了虧欠 天黑清閉眼 愛在你身邊 都要是誰給 女巫的承見 該怎麼進退 故事的結尾 你一槍到後面 埋葬我的愛戀 我不斷的回 好棒喔 感恩 這很好看 歡迎光臭 加油 好榮幸喔 聽到這首歌 優優妳唱得好開心喔 謝謝 這首歌這麼紅 怎麼可以不唱呢 這樣子 真的好紅 感動 很感動的啦 因為他講的還有一種猛感 非常猛感 非常標準 其實這次已經出道十年了 恭喜 當仁的製作人 你有什麼心得好好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張 謝謝 這是我第八張專輯 然後叫做主本自本 主本自本 主本 主本 主本什麼意思 這是原本的自己 自己啦 原本的自己 原本的自己 然後這次也是整張專輯全創作 是 對 全創作 當製作人很辛苦對不對 自己的製作人 會不會很雕自己的東西 會耶 我覺得 因為是自己當製作人 所以你會對自己的作品特別的要求 希望他可以再更好 那有沒有做到壓力很大的時候 有靠嗎 有老白色嗎 老白色 靠得咪咪咪咪這樣 咪咪咪咪 真的假的 還是哪個時間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剛才說什麼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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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張專輯有結合到非常多大師的幫忙 包括貝比老師 鍾欣明 黃玉玲老師 黃玉玲老師 還有很多很厲害的音樂人 然後幫我們這張專輯就是加了很多分 所以你在聽 就是到最後我們會聽那個mix的時候 對 最後mastering的時候就是 你會很感動 因為自己做出來的感覺 對 終於就是這張作品 就這樣推出完成了 我覺得很感動 你應該很懂他 因為你自己也是自己的製作人 對 什麼事情都要去管 其實大小事情 細節其實會變得很亂 但是我覺得 帶來的成就感 我相信對 一定是很有成就感 是 而且聽說這次黃玉玲老師有打通你的惡脈 你們是有什麼 打通你的惡脈 通常我們都會講韌度惡脈 所以 韌度惡脈 有什麼發生什麼 韌度惡脈 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對 跟小玉老師的合作上 我其實覺得 黃玉玲老師是一個神話級的人物 然後這次可以讓他來幫我配唱一首歌 我覺得很榮幸 然後因為他覺得我是一個 其實應該講 我在工作上是一個很硬的人 就不太會放自己的情緒在裡面 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因為這首歌 那首台語歌在講說 有關人生的遺憾 然後他就跟我說一句說 沒有一個人的人生是完美的 你唱得太好 其實就沒有意義了 很有學問耶 真假 因為我們都會這樣 因為我們從比賽出來的 所以我們對 真假什麼 真假 真假 對 我們都習慣在比賽的訓練過程當中 就是會很斟酌每個字的音準 跟拍子 那他覺得這樣子有點 有時候太機械化 會聽不到你真實的情緒 所以他希望我可以再多放開一點 拋開一切 然後把感情放進去 老師直接開示了啦 對 開示了 那想問你這次風底 怎麼會翻白眼咧 對啊 因為就是要煮棍啊 做自己啊 你自己 所以你很愛翻白眼 我自己就是一個很幽默的人 他真的是 他真的蠻幽默的 他真的蠻幽默的 他翻白眼還不夠 喜怒哀樂的翻白眼敢不敢挑戰 喜怒哀樂翻白眼 對啊 你們不可以 那我們要一起嗎 我們可以一起啊 因為我們最近就是有跟那個 我的歌迷 然後他們現在很厲害 他就開始會take我 然後一直翻白眼 沒問題 來 1 2 3 喜 怒 愛 樂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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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彼此耶 很想看你們彼此 還是想看我們誰比較厲害 對 你看我們兩個誰比較厲害 我剛剛是不是很醜 我根本整個沒心象耶 我覺得我也很醜耶 其實我剛剛都在擺瘦的故事 那你翻白眼大師來評斷一下 我們兩個誰比較煩好不好 你隨便說一個 你隨便說一個情境都可以 你隨便說一個情境都可以 我們一定喜怒哀樂 大概就是 複雜 複雜嗎 很慌的翻白眼 很慌 3 2 1 什麼啊 欸 你是鬥雞眼耶 你是不是玩錯啦 我們是玩翻白眼 中間也會鬥雞眼耶 不對啊 那你做得到 我是 怎麼辦 起動喔 現在是要怎麼玩啦 對 你剛剛說你也過癮耶 等一下 因為很慌啊 我沒有情緒啊 我願意說 你願意說 所以你覺得 應該是我吧 他整個大玩錯啊 你可以耶 你剛剛是脫瘦 我是脫瘦喔 我現在眼睛好慌啊 你是脫瘦 你不是幹嘛 好了 不要鬧啦 最後來好好一下宣傳你的作品 好的 這張是我第八張專輯 但是是我的第一次全創作的專輯 然後集結了很多我內心的故事 跟一些 有別以往情歌比較少了 就是多了一點人性的探討跟觀察 還有一些社會議題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就是數位平台現在都有上架 然後就聽爆他 然後專輯買爆他 謝謝 有沒有活動咧 活動啊 最近在年底 會推出一個新歌音樂會 喔 新歌音樂會 詳細情形會 在我的臉書跟Instagram上面都有 資訊 大家可以多多去關注我唷 你的臉書要怎麼去咧 要怎麼去 要怎麼去就是 要怎麼去 總手機要點下去 點下去 要怕什麼 什麼你 怕外名曹雅雯 你就找到家 怕曹雅雯 找到曹雅雯的粉絲專 就可以找到他的活動囉 支持曹雅雯的新專輯 支持 謝謝方白眼 接下來有滿滿的狼人殺 謝謝茶友們 謝謝 謝謝 這支影片已經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麻煩在下方幫我們按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 記得在下面按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記追蹤我們的Facebook還有IH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